嗨,大家好,我是JoJo 还有我,我是Peggy 我们今天介绍的是我们的Fight Label 洗罗系列连绳裤 今天介绍的连绳裤 依然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通花面料 然后这一次呢,我们是选择比较轻盈的通花 大家看起来这一件呢,是不是很像裙子呢? 而且穿起来超级修身的感觉哦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看JoJo身上的花魂 它这边呢,我们是做了一个棚主修纸来的 它是不会太泡,然后呢,是很舒服穿的 都是有塑胶性的 至于零纸设计呢,你可以看到这边是写下来呢 再做一个大V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呢,穿起来是很显瘦 有点小性感的感觉 这呢,其实你看得出呢,它整件是不一样的感觉来的 它不是完全规律的 你可以看到这边呢,它是好像有小叶子的感觉 然后呢,旁边有一点Z-Zack的小花朵 这边呢,又另外一个是四角形的设计 所以呢,整体效果呢,是很特别很好看的 那因为它是同色系的关系呢 所以呢,它的图案呢,不会显得太过复杂 我们刚刚有说到呢,袖子的部分呢 这边是有弹性带设计的 所以穿法的话呢,也有两种 现在呢,我们是这样子拉起来穿的 如果你们想要更性感一些的话呢 你们也可以变成一字领的穿法哦 可以像这样子,可以看看两边不一样的感觉 都是很好 这次这款连绳裤呢,我们主要呢 想做的呢,比较休闲一些 像宝贝们呢,平时呢,都是可以穿的 而且呢,刚才我们讲到的弹性带部分呢 它是连接到背后一整圈的 所以就算是我们自己穿的时候呢 你要拉链的时候呢,你把它这样子拉下来呢 也是非常容易的穿脱哦 注意到吗,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三角形设计哦 这边呢,是完全空洞来的 所以呢,是直接看到我们的肉肉的 但是呢,它整体效果呢,你可以看起来 一点都不会觉得很突出的感觉 A身裤呢,上身呢,我们是做的稍微比较修身一些 然后沿接下去呢,它是一个小A裤的设计 这种宽裤设计呢,就主要可以帮我们修饰我们的渡蓝 像我们自己渡蓝本身呢,都是比较大的 可是穿着裤子的时候呢,它完全有足够的空间帮我们修饰 我的胸围是36寸半,腰围31寸,肚围36寸半 臀围的话是39寸半 我现在穿的是青蓝色的L size 我穿L size的时候呢,整体是舒服的,然后有一些松动 一样是穿着的是L size来的 我的胸围37,腰围32,肚围35寸,臀围38寸 L size呢,穿起来是有点松动的感觉的 但是呢,它就很舒服穿 就算松动了,你可以看到它就超级显瘦的感觉 那我现在呢,换上了第三个颜色,这个是橙褐色 很多人呢,觉得橙褐色呢,穿起来呢,就是一个非常显黑的颜色 但是这一款呢,因为它的橙褐色呢,其实它是属于比较亮色系的 所以穿起来的时候呢,你们完全不担心会有很暗沉的问题 那如果你们选的橙褐色的话呢,你们可以看到花纹呢,它是更加的明显的 加身呢,跟我们的裤子呢,刚刚我们有说到呢,它可以把我们修饰我们的肚围 然后另外呢,如果你们是屯围或者是大腿的部分比较粗的话呢 也非常适合这一款连绳裤哦 担心说呢,像这种非常宽松的下半身呢,会不会容易走光 我们这里面呢,也是加了里布的 这边裤子的部分呢,是有里布的 所以你穿的时候呢,它不会显得太过的飘逸 然后你也不必担心容易走光的问题 我现在这件橙褐色呢,是穿着L size 然后呢,我现在呢,换上了这一个颜色的是M size来的 M size来说呢,胸围那边是OK,是不会太紧绷 就是腰围这边就稍微会紧了一点点哦 因为刚刚我们有说了,下身我们是做比较A字型的裤子嘛 它的那个裤板呢,一样是一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还不太会限制到 好,那你们可以参考我们穿M跟L size的差别 如果是穿M的时候呢,像我们的身材呢,整体来说呢,还会更加的修身一些 穿L的时候呢,连裤板的部分呢,也会比较宽一些 你看背部的设计啊,背部呢,它这边呢,也是一个大U领来的 所以呢,我们有说穿一只领也是OK的,这一个 拉链呢,它就到这一个位置,它不是直接拉到紧的下面 所以我们拉起来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很难拉 至于腰围呢,我们这边一样是做了修身的那个腰折哦 所以呢,你们可以看看,蛮显腰身的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我们两个同事呢,都可以放口袋哦 所以呢,口袋是蛮深的,整个手掌一样都可以放完进去的 所以你们放变化的话呢,也不担心很容易掉出来 这一款童话脸身裤呢,是我们的FIN LABORSIVA系列 我们SIVA系列呢,主打这样的清明,面料,清饮等 也是有三个颜色的,我身上这个橙褐色,便宜的橙蓝色 还有这个红色,对,大家都可以看到呢 对,大家都可以看到呢,这一款呢 三个颜色都是很出色的颜色来的 所以呢,绝对要入手哦 那我们一样呢,是有6个Size XML XL Double 跟Triple 如果你们有任何疑问的话呢,都可以到费塑找我们 或者是你们想要直接看细节图和尺寸表的话 都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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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